然后咱们刚才是不是说到这里了 比如说我想建立一个决策数 然后我在实力化的时候需要把它的一个参数给它传进来 比如说参数当中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两个最重要的 一个是看叶子就是一个节点它的样本个数 看了多少要不要进行分点 一个就是控制数最大的一个深度 然后这里咱们再来看当我们构造完这个东西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点fit一下 因为我刚才实力化出来的这个对象 直接的点fit一下 点fit相当于是我们构造这样一个数模型 点fit里需要我们传接两个参数 一个是x一个是y 相当于x是我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在dataframe当中你取所有的数据 然后取第六列和第七列 相当于是指定某些特征来进行一个建模的 然后这个target相当于是我label 就是我最终的一个结果值 所以说点fit里边只需要传接两个项 第一个就是我的一个x 第二个就是我的一个y值 然后其实然后构造完之后 咱们一执行它会给你先打印出来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大家现在应该看起来比较熟悉了吧 其实这里边它就是包含了我给大家说的咱们的一系列的参数 这些参数当中其实它都有一些默认值 就是你看其实所有参数都有默认值吧 所以说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只需要调调节部分参数就可以了 让其他参数保持它的一个默认值 基本上就是没问题的 然后下面我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要去画这样一个图 就是你看现在我不是把这个决策数给它训练出来了吗 训练出来之后我就是这块因为我不想让这个数看着太大 看着太大到时候我拿这个Notebook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数太庞大了 还得翻页看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说现在我就是选择两个特征 然后指定了一个Mastiffs相当于是等于2的 这回就画出来这样一个数了吧 画数该怎么去画 你看这个数当中再来说一下 首先它会给你的第一个值就是 你当前按照什么样的特征进行一个选择到 比如说当前某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它本身是一个连续值吧 在什么样位置切了这么一刀 然后当前这个节点它有多少个样本 当前它的一个 当前它的一个 比如说你按照新增益或者是按照经历系数 它都会有一个实际的值吧 它当前的一个值是对多少的 然后我可以按照某一种方法进行一个切分 然后再切分就不断的二分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构造出来的一个数模型 它是长什么样子 那这回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想把这个数模型给它画出来 咱们该怎么去画呢 这里首先需要我们装的是一个额外的工具 给大家来看一下 然后这块就是我们看它这块 我给大家列出一个网址 就是先需要大家安装这样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这个代码 其实上就是在到时候我会多上传给大家的 然后到时候大家直接拿它复制过去用就可以了 你看在这里就是我们进入了这个网址 网址当中它有个download模块吧 你点一下download的 点下download之后 然后这块刷新可能比较慢 然后你看这里它就有一些下载地址 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系统 我觉得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个windows的 然后下载它的一个.exe程序 exe程序相当于是下一步 下一步浏览目录下一步完整完事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安装过程 需要大家先把这个东西安装上 这个网址已经给的列出来了 安装完之后 然后我们需要执行这样一个代码 这个代码到时候大家也不需要去改了 唯一需要大家就是调整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说之后你要自己构造一个数模型 第一个参数什么 你看decision tree吧 这是我DTR它什么 它是我刚才构造出来这个对象 这是这个名字不要混 就是你构造出来这个决策数叫什么名字 或者说你给它指定成了一个变量是什么 你就给它传到了第一个参数 然后我们这有个feature names 就是你看在这里它都打印出来了 第一个特征叫什么名字 这特征叫什么名字 所以说这块你也可以 你也需要把这个特征名字给它传进来 特征名字里边就是你的dataframe里边 就是用哪个特征 你就传哪个特征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这个纸 下面大家就不需要改了 只需要把这两个给它指定好就可以了 然后执行完这样一个文件之后 它会帮我们生成是一个.dot文件 就是一个.dot这个文件 大家也不用关心这个文件到底是干什么的 然后当我们执行完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现在有一个.dot就是data 有这个东西之后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dot给它进行一个展示就可以了 还需要安装一个额外东西 这块就是有一个.dot plus 这也是一个python的库 它也是需要我们自己的去安一下 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打开我们的Anaconda 然后Anaconda Promit里边 安装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我这个打开比较慢 然后等你这个东西就是闪完之后 打开了 我们Ctrl加V一下 直接一个回车 它就可以帮我们进行一个自动安装 安装完之后就是有了 你看我这块因为已经按过了 所以说它现在告诉我 这个requirement已经满足了 所以说它就不会去安了 这个到时候大家自己再按一下 可能估计很多同学都没按过这个东西 按完之后 然后咱们这块可以指定个颜色 这个颜色基本上 你愿意什么颜色 什么颜色吧 到时候可以指定一种颜色的编码 然后这块我们就是把我到data传进去 这些代码其实大家都不用去改 唯一想改的就是颜色 然后接下来我就可以把图给它画出来 这样我就完成了一个决策数的 一个可则化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在SK论当中 我们想要去建立一个决策数 方法还是蛮多的 不是建立决策数 就是画决策数的图 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我们不需要去用我的命令行 做一些事情 我看过一些其他方法都需要 掉那个CMD 就是在命令行当中 我们去执行一些额外操作 那个看起来稍微麻烦一些 咱们就直接的用这种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然后你还可以把这个东西画到本地 就是给它保存成一个点PNG的一个格式 一般情况下 PNG要比那个JPG 它的一个清晰度要好一些 所以说一般都是用这个PNG 然后可以把构造好这个决策数 它这个图给它保存起来 然后你看这个图就 这个图是我画的一个黑白的 然后这块就是一个彩色的 就是这样一个图 我们可以给它指定出来 然后咱们来看 就是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 刚才咱们不是给大家说了一下吗 我现在有一些参数可以候选 那你说这些参数 我到底选一个什么样的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呢 这个时候咱们就来看一下 我给大家讲一个SKLearn当中的一个模块 叫做一个Great Third CV 相当于是它可以自动的帮我们进行一个参数的选择 然后这里咱们先来看这样一个事吧 就是在我去做一件事之前 首先我需要把我数据集进行一个切分 就是切分成咱们的一个所谓的 就是一个训练集 还有一个测试集 你来看 在这里我用了一个函数 就是FromSKLearn SKLearn里面有一个Model Selection 相当于是我现在把数据集进行一个切分 按照一个比例比如说9比1 8比2 然后分成一个训练集 还有一个测试集 这一步代码咱们来看一下 这块我就用了 你看这是我导进来这个库吧 TrainTestSKLearn 用这个里边就是把我的数据 X和我的一个Label我的Y传进来 还需要指定的就是一个TestSize TestSize等于0.1 相当于是我取其中的10%当成是一个测试集 然后RandomState等于42 它这个42有什么意啊 这个42其实它就是一个随便的一个值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为了方便大家之后进行一个复线 复线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想比较不同参数的时候 我们要保证的一点就是数据是相同的吧 所以说当你指定了一种随机的状态 或者是随机个种子之后 我们重复的执行这样一个代码 每一次执行 它随机完都是这样一个结果 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个样本 然后你随机指定了前10个是测试集 并且你指定了一个随机的种子 那之后就是你每一次在执行这样一个代码 前10个永远都是一个测试集 相当于是我们为了使得 每一次的随机的一个结果都是一致的 所以说指定了这样一个Random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啊 就是构造出来我的一个树模型 在构造树模型之后啊 然后可以defeat defeat完之后呢 我可以defeat它的一个值 delscore里啊就是不同的算法 它的一个默认的一个score的一个计算方式啊 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用一些均方误差 像咱们最常指定的 有些还不一定 到时候大家在实际用的时候啊 还是需要自己啊 就是用不同的SKLearn的一个 就是算法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先去看一下 它的score值 它的一些参数 它的一些属性啊 都是什么含义 我是觉得啊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它是比较合适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 我们摆读一下 大家咱们来看一下SKLearn那个官网 这个库啊 觉得是大家之后啊 可能用的是最多的一个机学义库了 因为这个SKLearn在Python当中 一方面它是 Python里边相当于是大哥级别的吧 基本上所有人都在用这个SKLearn 然后呢 用这个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它用的人多 所以说我们可以找资料啊 找一些问题啊 找报错啊 比较容易 所以说也是非常推荐大家 就是当我们有 当我们要进行一个建模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数据量没有那么大 它是一个百万级别以下的 我们都可以用SKLearn去做 应该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你数据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几个T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Hadoop啊 Spark那些东西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先去进行一个特征提取 进行特征提取的时候 你通常情况下会把一个很大的数据 转换成一个稍微较小的一个数据的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啊 这个SKLearn里边啊 其实上就是 它不光啊 包含了咱们一些常见的这些算法 可能大家先以为SKLearn里边 就是有有现金回归 有逻辑回归 有角色数 还有随心森林 有你讲的这些算法 其实呢 SKLearn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啊 不光包含了咱们的一个算法 你看这里第一个模块是分类 第二个模块是回归 第三个模块是聚类吧 这三个咱们都要都会讲的啊 前面两个咱们基本上 已经是各讲了一个算法 然后呢 聚类咱们之后再说 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调算法 调算法非常简单吧 只需要点Fit一下 进行一个训练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操作 其他操作 比如说咱们现在想进行一个降维 降维啊 咱们还没有讲 降维意思就是 比如说原始的数据是一个实维的 那你可能觉得这个特征有些多 你给它降到四维 可不可以啊 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有一些降维的算法 然后呢 还有一些特征的选择 以及模型的比较 还有呢 一些预处理的模块 这些啊 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我们在预处理模块当中 其实呢 用的很多 之后给大家讲一列手 大家看到 一般情况下 数据来之后 我们都是先通过一个预处理 预处理完之后啊 咱们才实际的进行一个建议模的操作 然后这个酷啊 它的更新速度 可以说 没有那么快 但是呢 也是蛮积极的 然后你看 现在我记得最新 应该是0.20版本了吧 应该已经测试版已经出来了 现在一个稳定版本 应该是一个0.19 然后是应该是 现在一个最新版本 如果说大家你那个Anaconda安的比较时间长了 比较晚了 你可以进行一个更新嘛 就是在那个Anaconda Promit Anaconda Promit里边 你进行一个Conda Update 然后这个SKLearn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把酷进行更新 然后这个东西还有一点好处在哪 我们来看 它有个Example模块 这个Example模块里啊 这个就是我当时 大概是几天前了 当时我最开始用这个酷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些Example模块帮了我大忙了 其实咱们可以来随便点开看一下 这里呢 它主要给你讲了一下 就是SKLearn啊 它的一个API该怎么样去用 上面就是这个概数比较短 上面都会给你概数一下 它这个做了一件什么事 然后下面呢 给你一个实力代码 在实力代码当中 你看它还都是有一些注释的吧 注释都是有的 然后呢 给你讲了一下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然后又怎么样进行一个Core块展示 其实啊 就是我觉得在这里 我们一方面可以学习一下 当我们用一个函数 或者说当用一个算法的时候 它这些参数啊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设计 其实我觉得更好的一个东西 它相当于是一个模板 因为它在这里给咱们大家 做了很多的Core块展示吧 我这人比较懒 就是我很少情况下 就是我自己的去设计一个图 是怎么样去画 我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 把人间的一个东西 直接给拿过来 相当于是人间 比如说你看这么画图了 我觉得画图还不错 那我把它这个代码拿过来 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把它代码拿过来 不就我的了吗 那所以说接下来以后 我这么画图的时候 直接套它这个模板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这个SKLearn里边 它有一些图画的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也可以去按照 它画图的一种方式 把它的一个图啊 当成是我们的一个模板 你看它画的图 我觉得有些时候啊 都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些标注 还有一些这些图 我们都可以把它这些图 你看它的代码都是有的 看起来反正都是挺复杂的 都是一点点一个细节 一个细节去设计的 然后大家比较懒的时候 就建议大家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图 给它拿过来 拿过来 它不就是自己的了吗 所以说就是反正 这个个人习惯也不一样 我是从来就是 很少自己去画图 都是把这些画好的图 直接拿过来 然后去改不改吧 直接用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是觉得啊 这个SKLearn这个库啊 也可以相当于是 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学习的资源了 在这里呢 一方面我们可以去查一个 它的API文档 API文档在这里 之后我觉得大家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API文档 你看进入API文档之后 比如说我现在想去查一个什么呢 想去查一个随机森林吧 比如说这个Random Forest 你看在这里 我们可以找到Random Forest的这个算法 在这里你看 它会帮你开会给你什么 介绍一下啊 这个东西它都需要什么 然后呢 第一个块就是它所涉及到的一些参数吧 这些参数 每一个参数啊 它都是什么样的含义 你看这个参数 如果说它是可以选的 它会告你 选择什么样的值 代表着什么样的东西 每个参数啊 都给你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 然后呢 有一些 比如说当涉及到一些数值计算的时候 它还会把它的一个计算公式给你列出来 所以说啊 这个啊 就是我们SKLearn的一个官网当中 我们有的一些资源 然后如果说你不会用怎么办 不会用 它底下还有个小例子 然后呢 当你构造完一个模型之后啊 你还可以拿这个模型进行一个预测吧 还可以得到当前的一个参数 还可以得到一些其他的值 这些啊 都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啊 就是都是可以我们进行一个查找的 所以说就是当我进行 当我实际用一个东西的时候啊 很少情况下就是我自己的去背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背这个东西啊 一方面来说容易被混 而且就是你总有这样一种想法 就是你写代码的时候 你说你好像是有这么个事 但你说哪块要出bug了 你就总总担心这块 哎 到底记忆对不对 到底记忆对不对 是不是有错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很烦人 我一般情况下就是反正已经形成了一个强迫症了 不管写什么之前啊 为了确保它是没问题的 我都愿意先来查一下 虽然说这个东西啊 写时间长了 你也知道它就是这么个事 但是呢 为了确保咱们这个事是万无一失的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需要自己的去查一查啊 它的每个参数 每个用法都是长什么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sklearn 要给大家去说的 之后呢 我们还会经常去用sklearn这个酷 所以说啊 大家现在有时间的话 干什么呢 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可以自己的去看一下这个酷嘛 在这里你其实你可以通过 我记着啊 它这里有一个教程的吧 我们来看 对 它这里有一些教程的 你可以通过它这个教程 你看它教程当中有很多个例子吧 我们有时间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教程 我们一步一步去看 反正 但是它都是用英文的 我建议大家就是也讲成这样一个习惯吧 因为以后我们查资料 基本上都是一个查英文的 很少情况下 我们就是很少情况下 有些pn档啊 有一些好的资源 它都是一些中文的 英文是没办法避免的 所以说有时间我们也可以练这个东西吧 当时我去 当时我用的时候 其实最开始我不是用这个酷啊 最开始我也是用一些其他东西 我经文其实很烂很烂的 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只能是逼自己吧 当时其实我最常用的就是 我想去找一个汉化版的 但是后来你也发现了 就是其实呢 你边看这个东西啊 边去学英语 我觉得也不错的 一开始啊 我用语也是烂到家的 一句话 我得查那么四五个单词 十个单词你查四五个 后来啊 只要养成了一个习惯 然后慢慢适应 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反正这也是 咱们之后的一个必经之路嘛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SK Learn啊 它是这个文档啊 它是能干什么的 以后呢 大家一定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就是有问题啊 我们先去看它的API文档 实在啊 API文档说的不详细 我们再百度一下 其实啊 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干过程 也要给大家知道 我们每天最常见 最常干点是什么 找错呗 其实写代码并不难 难咱们时间都耗在哪了 咱们时间都耗在了 这个东西报错了 这个东西有问题 我们该怎么去改 这个是我们最耗时间的一个东西